老板 老板 怎么这么早打烊了 下这么大雨 该收摊了 太晚了明天再来吧 你刚才也没有看见 一女的过来啊 我那顾客多的是 女顾客也挺多的 就是嘴声薄薄的 淘花眼儿 长得还挺漂亮 没一下 老板我看你又爱在呢 要不然你再帮我炸个臭豆腐 就炸一盒的时间 再等一会儿行不行 行吧 谢谢啊 看你这么眼熟啊 肯定是老顾客 谢谢啊老板 跟你说啊 还是这家臭豆腐好吃 臭味儿能穿十里 啊 就你这习惯了人口味 在我之前 少走多少姑娘啊 我说啊 我就是这臭豆腐 你就是这蒜蓉辣酱 绝配 这辈子 就这么吃吧 冷不冷 嗯 来老婆你看啊 我已经倒这个臭豆腐摊了 就等你了啊 来 我让给你啊 来 你的豆腐 好了 回见啊 哎哎哎哎老板老板老板 老板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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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啊 我跟您说实话啊 我是跟我老婆 约了在这儿见面 你要是把人家里撤了 我跟他这儿见不上了 你有老婆我有媳妇 我媳妇在家等着我的 哎 哎哎老板 哎哎老板 老板 老板 等等 大妈 这雨下得这么大 我哥还发着烧呢 你是盼着他俩和好啊 还是盼着他俩散我啊 那我倒是希望他们俩都回好了 就我哥这条件 找我嫂子那样的 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你几个意思啊 什么就叫相当不错了 我告诉你吧 他俩要是散活了 你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 不管我的事了 怎么不管你的事啊 是你冤枉你嫂子吧 现在就跑来充好人 两面派 唯一空天下不乐 比赛 就是ふ gust 尼尘 嗨 他 老板 还没收摊呢 我这好说歹说呀 说得我是口干舌燥 声泪俱下 老板他把这个牌子给我留下了 还饶了我一个小板凳 我跟你说为了等你 我差点把这摊给攀过来 我差点没改房去卖臭豆腐 我告诉你啊 穿口期已经过了 只要这牌子还在穿口期 就永远过不了 看看这伞 婚姻就是这把伞 新人就像股价 股价要是散了 婚姻也就散了 一块破破能遮风挡雨吗 老婆你说完还是那么有哲理 你看 我去花店给你买的花 这话代表热爱真切 也有为爱道歉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只要爱还在婚姻指示的形式 这算是股价散了 咱也能给他接回来 夫妻之间的信任呢 薄得跟纸一样 脆得跟鸡蛋壳一样 一碰就破 你别上了